大家早上好 我的名字叫曲杰 我是美善品的西海岸的顾问和团队队长之一 那我今天很高兴呢 跟我们几位在西海岸的顾问队长一起呢 来带给大家一场中文的中餐烹饪课 我们的主题就是一日三餐 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背景 就是我们今天要烹饪的所有的菜 那也大家也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大家讲如何科学的利用一锅三菜 以及高温烹饪呢 很快能够为我们的家人带上 带上我们这个丰富的餐桌的美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呢有聊天室 聊天室里面呢 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呢 能够来回答问题 因为我们整个今天一个小时的这个 烹饪的安排是比较紧张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保持静音 那如果需要问问题的话 尽量利用聊天室 如果我们在后面有时间充裕的话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啊 就是啊打开麦克风来问问题的机会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啊顾问的队长 给大家做教学的顾问的队长哈 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小天啊 小天呢是啊在屏幕上我给大家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我一边讲一边这个呢 教学呢还是有点啊比较不是很熟 我把小天给大家稍等一下 啊好现在我们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小天啊小天他会首先给我们开始 他是在南加州的啊一位顾问 加入美商品已经快四年了啊 他也是华语的队长之一啊 第二位的话呢我们啊切换到这个Cassie啊 Cassie呢也是啊我们另外一位在西海岸 在加州的啊北加州的这个团队的队长 Cassie呢是2017年呢被小美的低温无油烟的 烹饪理念所打动哈 啊那啊后来呢就加入了我们啊 2012年成为北加州的团队队长啊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带来更多的健康 烹饪的这个美食给我们的客户们啊 最后一位的话我们今天要啊请来的 是我们的Rachel啊 Rachel呢啊 来我把Rachel稍等一下啊 那Rachel呢在我们的屏幕上跟大家招手了啊 她穿着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个美商品的绿色的T恤衫 哈哈哈哈 她也是我们南加州一位很有经验的啊 这个华语队长啊 Rachel和Cassie实际上都是啊 我很有幸成为他们的顾问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四个人一起给大家带来这场啊 烹饪的聚会那我不多讲 我们现在把镜头呢切换给啊 小天啊小天啊小天来我先把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先 Cassie和Rachel先静音一下哈 然后把Cassie 然后我们今天就好 Rachel I'm sorry 小天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要烹饪的啊 啊这个美食啊 啊这个美食嗯哈喽大家好 好的自己来做的话成分非常简单啊 就是这个豆沙 然后呢猪油 然后呢如果你不要猪油的话 就普通的油也可以 呃自己做非常健康 没有还有糖啊 可以控糖 没有这么多的成分啊 如果你到外面去买市售那些豆沙馅 会有非常多的天洁 加剂啊 所以自己做很健康 那呃我们用小美来做这个馒头呢 那其实你可以加很多的馅啊 我们一边一边来做一边来说哈 那今天呢我用到的是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机器 这也是我们顾问的之前的呃顾问的一个呃 奖励得到的一个机器啊 那呃呃有两种方法 大家应该都已经呃就是有一定了解的话 那我们小美分两个做法 一个呢就是内置的食谱 那另外呢你可以手动操作 网上食谱非常多啊 那我今天就用了这个蒸馒头的方式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因为这个馒头做出来比较 嗯它这个面比较发的比较软 我很喜欢啊 那我们就点开始烹饪的话呢 嗯大家可以看清楚我的屏幕吗 姐可以看到我的 可以看清我的屏幕吗 机器屏幕 嗯可以啊 现在往下一点可以的没问题非常好 嗯可以吧可以的 好的那我就来放我们机器呢本身都是有秤的啊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方式呢是250克 也就是半斤面粉 那大家说这一份太少的话你就加份 double就可以了 那就自己往上面加一下 那我现在就是做它这一份嗯一份的量130克水啊 啊这个正好130克啊 然后呢我们再加20克糖 每次做放那这个食材之前 ingredients之前呢我们都点这个归零啊 嗯当看到虚线和零的时候呢 呃它这样呢这个食材会量的比较准 我来倒这个糖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第一步呢其实就是呃你知道如果去看YouTube或者很多网上的视频那第一步我们要先做的是活化酵母啊 那你就需要很多锅碗瓢盆那小美的全部都是一锅到底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现在加了糖之后呢就点下一步加这个一茶勺的呃干酵母粉 那干酵母粉呢我用的是这个牌啊 啊九九大华纳迪南乱都可以买到啊这个angel这个牌子是angel那嗯我建议大家用完之后放到这个冰箱冷藏啊不然你的这个干酵母呢容易失效嗯然后我用了teaspoon如果大家没有teaspoon的话呢一个teaspoon大概是三克你用凉的话这个干酵母大概是三克啊那现在呢我有这个teaspoon我就凉它这样少 好这样子我放进去了一茶勺的干酵母然后他先放橄榄油啊我们来倒这个橄榄油嗯已经是零克了所以我就可以去到我的食材 这样把油倒好然后呢我们点下一克他说盖上煮锅 然后我们就盖上这个盖子然后再点下一步嗯他这个自带的食谱他的这个时间温度都已经弄好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呢就是按照他下面机器上食谱里显示的这句话说把这个速度拧到二啊速度拧到二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话呢那就是个圆圈圈上这个绿线拧到这条线为止就可以了 嗯这样子我们一分钟三十七度速度二这样其实就做到一个呃加肉活化酵母的一个效果那面发出来就会非常的好啊这样子那嗯我们平时就这样一个基础的食谱蒸馒头的食谱其实呢可以呃做非常多的变化比如说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蔬菜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打一些蔬菜汁 就像什么萝卜汁啊菠菜汁然后呢如果家里有多的什么南瓜紫水都可以丢进去做一些花样给小朋友吃那如果做馅料的话呢比如像呃我很喜欢做那种嗯简单的话呢比如说像黑芝麻馅的黑芝麻你就丢进去就可以了黑芝麻或者是呃因为小美的打磨非常好就是把芝麻那个糖把它稍微先打细了然后再加到面团里啊 然后呢或者呢像今天我们演示的是这个红豆沙馅我们小朋友喜欢吃红豆沙那如果其他的馅料像什么紫薯馅啊或者很多芝麻馅这小美都可以做所以变化是非常非常多的嗯这样子嗯好那第一步就活化好了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可以看到吗那我们这样就已经活化好了而且机器啊是温热的 它这个就是37度火化效果那接下来呢它就说到这个250克嗯有的人会觉得讲说哎呀小美这个分量不够大啊我觉得最多如果人多的话呢我最多试过750度呃750克750克的面粉没有问题啊那嗯你做一些提前做一些去冷冻起来啊都可以啊好但是我们如果你喜欢吃这个比较新鲜的话呢 就 cleans了那的非常好 嗯啊我也可以啊我很喜欢 diğer 嗯嗯我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分享了一个彩色面团的食谱但是呢 这个产生面团的食谱呢 不是做发面的 我们小天在加食材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呢大家需要自己呢 也可以问自己的顾问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调整食谱 怎么样参考馒头食谱里面 加酵母的步骤 然后呢又结合产生面团里面 加蔬菜的部分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等一下有机会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修改公司的食谱 怎么样自创食谱 甚至我们从昨天开始呢 可以分享自己创建的食谱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小天已经把面粉加进去了 没有关系 好 这样找250克 好 它说加一点盐 它这个加盐呢 那我们就稍微加一点盐 就是网上的方子说加一点盐 就是会让它更劲道一点 那我们就稍微加一点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下一步 它说把盖子盖上 然后它已经设置好两分钟揉面 好 那我们在揉面的过程当中 小天要不你就可以 让它去揉面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就示范一下 你之前准备好的面团 怎么样帮我们包这个我们的豆沙馒头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 姐 我觉得我这个面团呢 它刚在发 但是我觉得肯定要再发一下 没问题 因为你可以把它就是 包完以后我们再接着发 这样子的话可能我们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对 因为呢就是涉及到有时候天气湿温比较冷的情况呢 那我们这个发面呢一定要看状态 所以我们小天可以介绍一下 为什么他觉得 我们一边包的过程当中一边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状态会 或者说在实际应用当中 我们平时是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这个面团发好的 小美柔这个面团也能沾手啊 我非常喜欢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就是说我平时不 就是说不加其他馅的话 你就一发很简单 早上起来吃白馒头的话 就整形好之后 就先发 大概发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没有问题啊 冬天稍微 现在室温低的话 稍微吃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做馅的话呢 可以二发 其实我刚才大概已经 就是已经发了三十分钟了 但是我觉得它也没有完全发起来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们包了馅之后 还可以自己发 那在家里稍微呢 我们稍微排一下气 面团是可以稍微排气的 那排气方法很多 那我们就稍微的揉一揉啊 去 气的手法 稍微揉揉 我们这些就是豆沙线都已经提前弄好啊 稍微去切切 大概我这个是分八到十个面团的量 这样子能看到吗 太远了 你这个是两百五十克的面粉做的 对吗 对的 两百五十克 嗯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嗯 所以就是两百五十克的面粉啊 做的这个面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蒸馒头的一半的量 然后呢 我们就用它来包 差不多二百五十克的面团的量 可以包大概八个到十个包子 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量 对的 然后我们就是用它把豆沙线包进去 稍微排个气 好 非常好 看得很清楚 嗯 就其实就很简单 那我们就因为也不是包包子 所以我们包这个豆沙线呢 就稍微把它包圆就可以了 包上 就把它包上 对 有点像包汤圆的感觉 就是圆圆的 圆圆的馒头 但是有馅 我们就 这样啊 我们就这样 就稍微这样 就很就很方便啊 这样一个 好简单的 放在蒸锅上面 一会儿再去 让它二发一下啊 我看到你有一个很漂亮的蒸纸在上面 那如果我们这个客户朋友没有蒸纸怎么办呢 我一般它是说啦 它那方子里也会介绍说你可以抹油啊 抹油或者是我就喜欢垫一个烘培纸 那这个刚刚好 这个纸我是在淘宝上买 就它这两层 它这个都给你搞好了 你就搜什么小美烘培电纸啊 它就有 对对对 因为它有孔啊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现成的这个呢 可以自己剪 然后用那个烘培纸呢 就自己剪几个洞也是可以的 只要让它那个蒸汽能够上来 嗯 对的 对的 好的 然后那我们再看 再看小天包一个 来我们再来一个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们就刚才揉了面啊 揉了面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 有刚来的新朋友哈 就看到我是用小美这个 熬的这个豆沙馅 已经把它搓成球球了 稍微揉一下 揉好了之后呢 就把它包进来 嗯 嗯 这个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家小朋友在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做啊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周末亲子互动的一个环节 就是都是小朋友 自己做的呢 也会更加的 更加的带劲啊 你看这样就很方便 方便 好我们又做了个 这样子 那 那我现在呢 会继续把剩下的包完 呃 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 刚才这两分钟揉出来的面啊 揉出来的面 就刚才这个两分钟 那揉 你看小美揉出来的面 大家说 哎 比较有刀头 拿出来会不会就很危险 那其实还好 而且你看啊 小美她揉完之后 一般她就是说 你揉的面呢 是要手光 然后呢 锅也光 对不对 那小美她揉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拿的时候呢 只要顺时针的拿就没事啊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刀头呢 它是一面有刀刃的 那另外一面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 拿面团的时候 要顺时针拿 你顺时针在这拿是OK的 不要逆时针拿 不然就会碰到那个刀刃啊 这样子 就稍微拿一下之后呢 那现在呢 我把它捞出来 让它再去发酵 这个面团啊 如果不加线呢 我们就切切 让它直接整形发酵就可以 那现在呢 我要去加水 让它用这个自动清洁的功能 去洗一下锅 这样子 这样子啊 那现在呢 对 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呢 切换到我们的Cassie这里啊 稍等我一下 Cassie呢 今天呢 家里的这个WiFi 有一点小小的故障 所以它现在是用手机热点来 揭入我们今天的直播室的 所以如果画面有一些停滞的话 请大家谅解 因为我们不想改期了 我们已经定好了时间 但是有突发的状况 大家也知道 如果碰到家里的WiFi有问题呢 小美要上我们的这个 CookiDo食谱网站的话 也是可以接手机热点的 那好 Cassie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早上 花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烹饪课 我今天要 所来展示的呢 就是一锅三菜 因为很多 我们都说 好像小美做菜 好像有点慢 我们来今天看一下 感受一下 我今天呢是把三个食谱 然后呢 把它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美有很好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 我真的是今天的 planner 她已经你看 真的是我的WiFi有问题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她会把我整个 这个的全部在 是吗 抱歉 抱歉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WiFi 今天早上刚刚通知 我们的WiFi 今天有问题 所以说是在维修当中 我就用我这个 就是 OK好 现在呢 我来找 因为如果我放在 对 我放在myweek 她现在是 WiFi不work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 真的是 因为我们家这WiFi 已经有问题 真的太 如果是放到 recently took的 就是有 就是如果是 你已经 最近这么几十道食谱 是可以掉得出来的 不需要WiFi 也可以 对对对 大家少等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这个是我昨天已经过的 这个呢 需要稍微把它change一下 可能就好 我们可以在myweek里面看到 OK 先把它放下来 OK 抱歉 好 这里面就 我所有的食谱在这里 我刚才 应该 这个就是很多的状况 临时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会有个challenge 然后我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说 我有三个食谱 一个呢 我们是豆腐 虾仁 蒸蛋 另外呢 是我们黄鱼 雪菜 笋丝 蒸黄鱼 同时呢 我们底下呢 要做一个 火腿 冬瓜汤 我们三个 together 好 我们现在到这儿了 我到我的最近烹饪 所以因为我碰浑过它 所以它的食谱就会到这里 好 我们现在呢 我先来炒 这个雪菜和 冬笋 好 我们就开始烹饪 我们这是 自动 到这个食谱来做 他们开始跟我们讲 我们鱼呢 洗干净 好像这个Cassie的连接 有一点问题 少稍等 我们再 Cassie你需要 unmute一下 好 谢谢 因为刚才可能有点 好了吗 好 我们现在现在可以了 对 抱歉 抱歉 我现在放15克油 我为什么说 我是最喜欢这种 小美的低温烹饪 因为它的低温烹饪 真的是让我们 可以用非常好的橄榄油 这橄榄油在这个 我们 炉子上是 不可以用的 因为它的着眼点的问题 所以它现在 用两分钟 再把油 加热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有的朋友说 OK 蒸鱼 蒸鱼 我是不是一定 抱歉 这个今天 好 可以了 是我这的问题 没事 没事 Cassie你的声音 再试一下看看 很抱歉啊 那个好像Cassie这边的线 有一点小问题 我们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再看一下 我有没有办法把它 再重新 加回来 我们等她将回来的时候呢 这样子 Claudia can you also help me monitor OK she's com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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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OK 我刚才在讲呢 这种碗具 已经要有钦鱼的盘子 这些呢 我们可以不用 我现在呢把鱼呢 已经清洗好了 放在了一个这是什么 烘焙纸 这是烘焙纸 我们做烘焙都可以又找到这种 所以烘焙纸把它做成一个 像一个椭圆形的垫到底下 我们就可以把鱼放上上面 这样的就会非常方便 只是记着 做的时候呢 这个孔不要被荡住 这样它的蒸汽就可以上来 好 我们现在这个好了 我们加上我们的这个冬笋丝 我真的还是买到了冬笋丝 这个能够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呢 还有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雪菜 把雪菜也放进去60克 这个呢 我都已经时间称好了 这样也为了节省时间 多了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放点白胡椒粉 这个白胡椒粉呢 我们小美有一个特别好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 完全都可以自己来做 因为我们自己做 没有任何的这些 添加的东西 而且还有 很重要是很fresh 非常的新鲜 好 我们放到这儿 同样我们盖上 然后呢 我们凉锅 蒸锅 然后开始 这个是速度 一 我们就开始烹饪 对 OK 等一下 当我吃这个 所以Cassie 其实这个 我们 好 她现在碰着 这个一锅 你说 请说 你您说 OK 对 我现在讲 我们的 好多的一些东西 这个呢 下面呢 待会儿有一个食谱呢 我们是 虾仁粥豆腐 所以这是豆腐 我们已经放在了盘里头 就这个盘呢 因为我们是要放在 深层的里头 所以这个盘 不能太高 太高了 你上面的 这浅盘 就放不进去 所以就把这个 可以放到 找一个浅盘 然后盖一个保鲜膜膜 我们这个 就可以来蒸这个 虾仁粥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等于是我们可以 就是 把这些东西 prepare好了之后呢 它来蒸的时候呢 就会省我们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时间 就是你做汤的时候 你就同时的用了 这个汤的蒸汽 把其他的东西 就可以做好 这样就可以有的 我们做一锅三菜 我们等会儿就是汤 然后上面是鱼 上面还有蛋 OK 这个呢 已经听到它的爆香味 所以小美很好 就是它的爆香 它不会站的到处都是 它的桌面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你的厨房呢 也没有油烟 也没有油腻 这些呢 就是我的最爱 就是我当时买了小美之后 我特别喜欢的 好 这个 谢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待会儿 没有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在做一锅三菜的时候 比如说这道火腿冬瓜汤 它用了500克的水 那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对 待会儿我要做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一般做汤呢 都是100度 对不起 我的又frozen了 对 我们做汤 做粥 一般都是100度 但是如果我们上面要放Varoma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温度改成Varoma 这样的Varoma 虽然是design 那Cassie又掉线了 那没有关系 那我跟大家接着说 Cassie就是意思就是说 因为火腿冬瓜汤 或者很多的汤 或者粥 它在写的时候呢 它是单 就是单食谱的 它不是要你做一锅三菜 所以我们为了要实现一锅三菜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食谱呢 它的原来的设定温度呢 是100度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把它那个温度 扭到底 Cassie又回来了 又把它扭到底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让这个 我们能够在这个煮汤的过程当中 产生大量的蒸汤 同时完成我们的这个两个蒸菜 好 你看我们现在雪菜好了 它现在就说 我们把雪菜铺在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鱼的上面 好 你看大家看看炒的雪菜 炒的很香 味道非常的香 所以我们就把它倒下来 铺在这个上面 这个呢 我喜欢用这个烘焙纸 而不是用这个 有的时候很难找到 非常合适的这个蒸盘 我们很多朋友 可以在中国的一些淘宝上找到 但如果没有找到 没有的话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烘焙纸呢 它可以根据你的鱼的大小 这个 就是 抱歉啊 这个今天的这个 我们的技术故障比较多啊 那谢谢大家谅解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切换成Cassie 那Cassie今天呢 在准备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呢 我提前给大家这个 就是介绍一下 他想要用到的一个 我们的新的配件 目前这个新配件呢 还只有顾问呢 能够得到 还没有真正上市 给我们的美善品的 大量的粉丝啊 我们的这个客户群啊 能够买到 但是呢 等一下我看Cassie 如果回来的话 他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在鲸鱼的过程当中 因为鲸鱼这样东西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啊 这个蒸过头了 就不好吃 蒸的不够呢 你切开来 然后你发现还得回蒸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秘密武器啊 让我们能够把 蒸鱼这件事情呢 变成非常的简单 Cassie你可以 回来吗 好的 现在呢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抱歉 真的是我们今天 今天MF5 太不给力了 哎呀 非常抱歉 然后我现在呢 刚才就这个 雪菜的这个 已经放好了 放在上面了 所以呢 它上面说是 用500克的水去蒸 要先蒸7分 就是先把水烧开 再把鱼放上去 所以待会我们煮汤的时候呢 我就先会用7分钟 把水烧开 如果你用开水的话 就会节省很多时间 可能我们就只用个 因为我们放了冬瓜 所以它可能还是会降低温度 所以我们就给它放上 5分钟就可以了 5分钟之后呢 在煮汤的时候 我是会把蛋都放进去 然后到5分钟是睡开了 我再把鱼放上去 这就是有点 是有点点 就是 那个Cassie的声音又断掉了 没关系 那Cassie就是在解释呢 说我们这个 因为我在家里 也经常用一锅三菜 那就是需要在蒸鱼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按照不同的时间放上去 那小美呢 也有一个就是定时功能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用定时功能 因为今天的画面质量不太好 事后我们可以请你们的顾问来介绍 就是在小美的屏幕上方中间 就是有三个圈的地方 有一个 甚至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去激活这个定时的功能 所以可以提醒我们 5分钟以后 我们回来 它会有声音响起来 然后我们需要把其他的 比如把鱼放在那个蒸锅的上面 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 那接下来我不晓得Cassie 能不能再回来 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们大家都很想听Cassie分享 非常非常抱歉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个蒸蛋的功能 这个很简单 一颗蛋放进去 我快一点点 甚至现在好的时候 然后米酒 还有味淋 这些都在里面 盐都在里面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 它只是把蛋一个混合 下面呢我想说的是 70克的高汤酱 高汤酱呢 我们没有 如果没有高汤的话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蔬菜 这是蔬菜高汤酱 这完全天然的东西 而且非常的香 所以这是70克 我把它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混合 盖上盖子 然后呢 就是用30秒 让它放到 它放到C22 让它混合 混合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倒到 这个蛋液上面 好 我们把它倒到蛋液上面 我会缩短的 其实它混合的 会很 蛮均匀的 好 我不想让大家等了 待会我这个 WiFi又出问题 好 我们现在好了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蛋液呢 倒到 这个豆腐上面 好 到了豆腐上面 好 下来呢 我们的冬瓜汤呢 之后呢 就有一个 就是火腿和蒜 和姜片的爆炒 五分钟 跟刚才的爆炒一样 之后呢 就把冬瓜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就加开水 加开水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把蛋也放上去蒸 蒸了五分钟之后 我就把鱼再放上去十分钟 所以十分钟之后 我们这就是一锅三菜就出来了 呀 好 我现在把这个放上去 我就把这个火腿放上去 火腿 然后也一样的 我们要放点油 油呢 就是小美很好的就是 你油自己可以控制 一般就放上五克油就可以了 好 我可以调出那个食谱 但是OK吧 这个取消 是 所以做一锅三菜的时候呢 你最重要就是 有的时候一个planning 就你要做一个汤 一个浓汤的时候 它需要十 十五分钟 所以你说OK 十五分钟 那我上面能做些什么呢 可能我可以蒸点红薯 把红薯切薄一点点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 有的时候早上 我做一个豆浆的时候 我就给它上面 煮一个 放一个鸡蛋 南瓜 这些都可以 溜个包子都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学着怎么样 把它在做汤的同时 上面呢 我们可以蒸一些 你们想要做蒸的东西 好 这个就是放的油 我刚才放进去 火腿 姜片 然后它开始烹饪 让它去爆炒一下 对 好 这个呢 现在这个呢 我的虾是不先放的 因为在这个食谱当中呢 虾容易熟 所以等蛋液稍微凝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 这个我们待会儿 是五分钟的时候呢 我再把这个虾放上去 等于是跟鱼一块放上去 刚才姐讲了我们的三色 这个三色 三色是在这 所以的确 有时候我们蒸鱼 不知道 有的时候会蒸过了 这就是我们的三色 非常漂亮的一个三色 然后一打开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好 这样 拿出来了之后呢 画面质量呢 你演示一下 怎么塞进去 我待会给大家放一个录像 因为呢 你的画面质量呢 有一点点 你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放进去 对 我就这样擦到这个鱼身里头 OK 擦进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这 它在烹热的时候 我把它调出来 看到这 这有个sensor right 好 sensor我现在选择 我选择的是鱼类 看不同的种类 是不是 有肉啊 羊肉啊 所有的 我们把鱼类找出来 然后呢 我觉得它跟这个 就是叫尊鱼 chart 有点像 所以呢 而且它是整个的 我就选整个 所以它就定到65度 OK 所以我就开始 待会我针的时候 我就开始发送 这样子等它 到65度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我 鱼针好了 这个就是 真的是太 太好了 我真的非常地喜欢这个 那我们Cassie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 这样子我们先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 sensor的video 我们先切换回去 看一下小天这边的 馒头怎么样 我们可以开始煮豆浆 我们同一时也是 煮豆浆蒸馒头 那我们也是利用它的 这个蒸汽 我们来完成 那我稍微切换一下 大家等我一下 我要找到小天 好 我觉得我这个发酵 还是要再稍微发一下 虽然是二发 那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发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又把你给remove掉了 稍等 好 现在可以吗 那是这样子 大家 你有两个 等一会儿 你有两个 我要找到你 OK 好 现在我 好 对了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发酵方法 那个我们就是整形好之后呢 我就把它丢到这个 微波炉里面 然后旁边放了一碗热水 这是一个小tips 这样子呢 这样 因为加州也很干啊 就保证它这个 发酵的 这个温度和湿度 这样也会加速它的一个发酵啊 那 我们 然后接下来这样子 看我做这个 豆浆啊 然后把这个镜头换过来 好 好 那这样子呢 小美熬豆浆和做各种糊糊 都是特别好的 而且早上非常快 早上就是 很多人说 有没有这个预约功能啊 我们小美没有把这个预约功能 加进去 因为她做的这个 因为她做的这个 其实很快 不需要很久 这个食物如果 就焖在锅里太久的话 就是也不好嘛 对吧 就容易滋生细菌之类的 那因为早上 煮豆浆 其实也就是 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五分钟 这样子啊 最多 最多的话 如果你想煮黑豆浆的话 那黑豆泡一泡 那煮的时间可能久 那黄豆的话 其实二十分钟 也就差不多了 那 我们要先呢 找到这个食谱 我是用这个原味豆浆 那原味豆浆呢 我们自己做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 就是你早上 把东西都丢进去 豆子和水丢进去之后呢 煮 那接下来的二十多分钟 你可以去洗漱啊 换一些什么的 那等你准备好呢 那小米已经帮你把这个豆浆 煮好了 那我们用这个原味豆浆 做原味豆浆呢 其实也可以做很多的 各种的 就是换各种不同的口味 像什么 就是像可以放一些坚果啊 或者一些红枣啊 这样子 嗯 都非常好啊 那我今天做的是这个原味豆浆 加这个腰果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腰果就这个 Trader Joe 我买的这个Trader Joe 这个是生腰果 生的 不是那个熟的 这个叫什么 Raw Casual之类的 我放一把进去呢 它还可以防止铺锅 有的人说 我煮一大锅 豆浆就是容易这个铺锅啊 这样子 那我们就点开始烹饪 可以看到吗 是比较近的 可以 啊好 然后它说 它说第一步就加水 加600克水 这样子 那我们就加水 然后这个黄豆呢 我是提前泡了一眼 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泡开了 完全泡开了啊 这个黄豆 它就水倒掉 我们大家可以利用 我们的网锅哈 我们网锅其实是帮我们 比如说浸泡的东西 需要滤掉水的时候 是滤的特别特别干净 所以呢 在小天去 幕后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可以利用很多 小美的配件 来帮我们就是 轻而易举的完成 倒好了 没关系小天 就是把这个黄豆 滤干水分倒进去啊 这个泡了一晚上的 那差不多100克的黄豆呢 泡出来呢 大概是215到230克左右 嗯 我这刚好200克啊 你说200克 也可以 对 有的黄豆 它品种不一样 会有去灭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 煮豆浆 对 接下来这一步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啊 因为真的最近 有遇到客人讲说 他是不是看不懂 这个东西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屏幕上 如果有新用户的话啊 他说用网锅 代替凉杯啊 网锅呢 就是这一个 网锅呢 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我们煮锅再盖上 那也很多新的 新的用户 他就很困惑 他说这个网锅 是不是要放到里面去煮啊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跟大家讲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互问 真的 然后客人就讲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觉得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make sense啊 其实就很简单 把它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就是你炒菜啊 或者什么的 他就是说 把这个网锅放上面 那就按照这个图片 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那做黄豆的时候呢 如果你只煮黄豆的话呢 那你怕铺锅的话呢 可以放坚果 可以放点红枣 或者你就放那个 蒸锅上去也可以啊 就如果上面 蒸东西的话 下层 那这个黄豆呢 那他接下来 你看他 25分钟 100度 然后拧到速度1就可以了 就可能稍微有点反光啊 那像刚才Cassie提到的 如果这个时候 我的馒头发好了 想蒸的话 那你就要把这个100度 调到最高 调到这个V 这个Varoma档 是他这个蒸主档啊 那 那这个档的时候呢 他就会提示你 你要把它架这个蒸锅上去 来蒸啊 这样子 这个镜头 好了 然后他说那转到速度1 那我们就转到速度1 然后就开始煮这个黄豆 嗯 那一个我们也可以 就是这个时候 可能坚果忘记加了 小天比较着急啊 那我们 对对对 对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可以让他在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加料哈 没有关系的 你接着做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的腰果加下去 对 我们这里就抓一把腰果 这样下去 这个深腰果啊 或者其他什么 什么花生啊 什么坚果都可以放 坚果都可以 我这样就抓一把下去 这个 这样就营养更好了 腰果也非常有用 那这样子呢 这个 坚果放进去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 这个锅拿下来 对我们如果是加红枣的话 大家一定要加 去核红枣 我再提醒大家 不要加错了哈 如果你把整颗红枣 加进去呢 带壳呢 等一下我们打磨豆浆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壳也被打碎了 对 因为小美打磨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客人说 哎 他家里是有这个 九阳豆浆机的 但是 呃 客人 客人给我们的反馈 那真的 他打磨出来的效果是 没有小美机 这个打 做出来的口感好的 那如果参加过 我们线下体验的小伙伴 一定都尝过 我们现场打磨 这个黄豆的效果上 嗯 好 谢谢 谢谢 等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切换回我们的Rachel 哈 谢谢我们的吴天给我 小天给我们介绍 这个怎么样 用花色的豆浆哈 等一下我们在 有空的话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 他真主的情况 那加红枣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豆浆 可以不用放糖 如果你喜欢有微甜的感觉 觉得蛋味豆浆不喜欢 那你可以用天然的这个红枣 来代替这个糖放进去 又有营养 又好喝 建议大家回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切换给Rachel 稍等 哈喽Rachel 我们好多Rachel 等一下哈 Rachel有一些朋友 可能是用她的名字进来的 等一下我要重新换 我的麦 等一下 对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因为你有 可能有客户用你的名字进来 所以 要重新切换到 真正的Rachel 好 请重新的Rachel 有切换到我了是吗 嗯 对 OK 可以听到你 对 没问题 非常好 好嘞 哈喽 大家好 很高兴在空中 跟大家一起来一次 这个美食的体验 那前面听了我们的两位 很有经验的队长 就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Tips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 我们每一个队长都很贴心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呢 恨不得把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Tips啊 自己的本领啊 全都倾囊而出 给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在我们这次活动中 觉得啊 还意犹为尽 不用担心 你们可以联系他们 因为我们会有不定时的线下活动啊 那刚才呢 我们的小天队长啊 他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是很喜欢做一些手工手作的话 他给大家分享了说 我们的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手 他可以帮助你把那个豆都完成 无论中菜还是西菜啊 那然后一锅三菜呢 就很适合于就是快手菜啦 比如说下班一天回来 把东西一放呢 厨房就交给小美了 那我今天呢 我一直说啊 我说我的代表是什么 我代表的呢 就是厨房小白们 就是因为我也很感谢啊 就曲杰啊 就是我们的曲杰队长 是他把这个厨房机器人 带到我的生命中啊 真的是生命中 不只是生活 因为我在接触到小美之前 我是一个完全不太 不太擅长 不说擅长 我完全不会厨房的一个妈妈啊 所以呢 六年前接触了小美 还是老的一款啊 大家或许能看到 我背后那款老的 还在我的那个灶台上面啊 对 就是一直跟着小美 升级到我们的TM6啊 然后呢 用这小美 用这个厨房机器人 照顾着我们家 上游老下游脚的一个 七到八人的一个家庭 非常的感谢 好 那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的我们TM6的功能之一 叫做高温功能 这个功能也是 我们从五到六的一个 非常质的飞跃的一个升级功能啊 好 我今天先 我先把菜做起来 再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是蚝油牛肉 这个菜我相信还是 大家在餐厅里面 都耳熟能详的一道菜 对不对 那我提前已经把材料都备好了啊 牛肉呢 会用牛里肌然后再根据我们食谱里面的一个非常详细的配菜 你去超市里面买就OK了 我看看把镜头稍微转过来一些方便大家看到 OK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好 嗯 很好 那高温食谱呢 我选的这道菜呢 就是它其实步骤啊 在我们食谱里面你会看到它的步骤只有两步 第一步呢 就是根据它里面给到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克数啊 你把它准备好之后呢 把牛肉 他说300克的牛里肌 好 拿一个盆子 好 300克的牛里肌呢 其实我这边已经提前给大家把克数都已经撑好了 方便大家在 就是高效一点 可以看我们的美食啊 现在300克 然后我们的小美就像前面的对角们说的 是自带称的 所以它会很方便 然后呢 根据它的下一步的要求 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要放入蚝油10克 放入生抽5克 还有就是老抽 还有糖5克 还有淀粉5克 那么根据它的要求 一样一样放好 那我这边也提前准备好了 所以呢 等一会我会把这些材料全都淋上去之后 让它在旁边腌制10分钟 腌制10分钟 我放在这个位置比较清楚是吧 可以的没问题 好 根据我们的食谱的要求 我们依次啊 放入老抽 生抽 然后还有 蚝油 肯定要个少 那小美呢 因为它是带着 带着精确的食谱给到大家 所以对于 像我们厨房小白来讲的话 那就很方便 你不用去记那个数字啊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 近乎完美的一个比例配方出来 好 然后糖5克 它让一些 一些平时看起来很专业的事情 变得很简单 也让很多 爱美食 但是呢 像我一样 可能不是特别擅长的朋友呢 有了可以挑战高水准美食的机会啊 好 好了 我已经把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根据那个食谱放进去了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旁边腌制一下 好 下个步骤 在腌制的过程中呢 它会告诉你说 我们下一步是40克的油 那在高温食谱里面啊 就是 它是模仿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高温食谱呢 它 只适用于我们 内置的一个食谱平台的高温食 高温菜谱 那么这个内置的食谱 这个Cook I Do呢 等会那个取决了 取决队长会给我们 再详细的会去介绍这一块啊 那 平时我们手动调是120度 小美的手动调是120度 但是高温呢 它可以达到160度 并且它的刀呢 并且它的刀跟我们平时 有一点不一样 好 40克的油 平时我们的刀呢 它是在烹饪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它下面的刀是 不停的这样子 慢慢的旋律转 但是当我们开启高温食谱 的时候呢 它是转几下 停几下 模拟我们手动煸炒的一个动作 非常的细节啊 然后图文病毛会告诉你说 把网锅放上去 就像前面小天队长跟我们提到的 你可以放上网锅 让它这样子可以跟空气流通 很快速的 可以把油进行一个加热 那现在的我们的小美就在加热了 两分钟加热里面的油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正好在 在做一个腌制的动作 嗯 那个我就稍微插播一下哈 就是说这个小美呢因为是无涂层的煮锅也就是全部锈钢的 所以呢它要做到不沾的效果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热油下锅 所以为什么会有两分钟的一个先把油加热的过程 那如果说啊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腌制十分钟这么久啊 那这个腌制的十分钟呢是让这个酱料能够入味啊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啊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时间的控制呢 我们等一下两分钟以后油热了呢 就可以把腌制好的牛里鸡片加进去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牛里鸡片里面的这个淀粉 千万千万不要多加 多加的话容易粘在这个刀头上哈 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油呢一定要够 因为毕竟呢我们是没有涂层的一个不是不粘锅 但是呢我们的好处呢是用了160度的油温去爆炒它 所以非常的快啊 那我们等一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我们Rachel怎么样完成 当她开始高温爆炒这个牛里鸡的时候呢 我很快切换给大家看一个一分钟的一个小视频哈 那好Rachel你接着 好的谢谢曲姐队长帮我做一个捧充啊 就我们现在这边还有30秒 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空中给大家分享 所以最主要是给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烹饪的过程啊 所以这个腌的话呢可能时间不足 但是呢过程是一样的 我们在家里面就把它腌足了 对 还有16秒钟 对我们稍微等一下下 那就像前面啊 曲姐说的我们的牛里鸡放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配件 那大家在家里面爆炒的时候是不是很怕油烟四溅 还有油会蹦出来对不对 那在我们TM6里面它是哎唱歌了啊 已经已经两分钟里面已经撕拉撕拉 它的油已经已经热好了 好 我一边来放一边给大家讲啊 下一步啊 图文并茂的告诉我们 把腌制的这个牛里鸡放进主锅 那我们在放的过程中呢 就是简单来说往里一道 那小tips呢 就是大家稍微把它均匀的啊 分布在我们的锅底 好 已经铺在里面了 然后它的图片中它会告诉你说 请你放上防剑盖 这就是我前面要跟大家说的 这个呢 是我们TM6 为了高温模式啊 给大家配好的一个盖子 非常的贴心 那么盖上主锅盖之后 再把这个防剑盖放在上面 它的锁扣会同时把它扣住 然后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那个啊 屏幕上你会看到有那个三条杠啊 那个就是高温食谱 这个是我们手动调不到的一个模式啊 一定是高温食谱才有的 好 它的锁扣呢 会把这个防剑盖和主锅盖一起扣住 所以上面是灵活的 但是呢 它不会溅存 好了 我们这边会有四分钟的时间 我转到曲姐这边 好的 谢谢 那我现在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这个 关于我们的sensor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对不起 我刚才 因为我这边的video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的screen 稍等一下 好的 有了 嗯 好 我重新再share一下 刚才 share screen share sound 好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嗯 是啊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稍等一下 Barr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配件 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在做烹饪的时候 小阿等一下 那个我们在做烹饪的时候呢 刚才也看到我们Cassie呢 使用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示范 那这个是让我们呢延续我们的烹饪 特别是我们以后呢在做大量的就是 比如做面包啊 做蛋糕啊 做各种的就是烤的 不是就是蒸鱼啊 烤肉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个小美 把小美的这个精准温控 跟精准的时间控制延伸到我们的烤箱 那我就很简单 那么这个新的配件呢 给大家提前预览一下 现在还具有顾问可以有机会使用到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了解怎么样免费得到这个配件 可以咨询你们的顾问 来参加我们的顾问团队 那么也欢迎大家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奖励 我们可以单独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我们把镜头切换给我们的Rachel Rachel你要解除一下静音 我们就可以听见你了 有一点freezing啊 那没有关系 听得见但是画面有一点 现在好一点了 可以看见可以听见 我这边的牛肉呢 已经在里面通过高温的模式 在翻炒在煸炒了 大家会发现 当它的温度达到一定的数值的时候 它完成步骤后 还会给大家8秒钟 有时候8秒钟到10秒钟 等待的一个时间 就是防止大家在接盖的时候会烫伤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的细心的 我们拿下这个 防键盖之后呢 还有就是大家在开盖的时候 尽量不要这样对着自己这样打开 因为有热气会出来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往外这样子打开盖子 这样是非常安全 下个步骤呢就根据他说的 放入青椒 下一步是放入洋葱 好了再一次盖上盖子 放上网锅 好其实啊我们平时在做的过程中 网锅和防键盖 我们有时候会通用啊 这样子会来通用 再有两分钟 这道菜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说 小美做菜呢 懒人方法 就是一句话叫follow the recipe 你就跟着食谱走 它会一步步浇 你就好像旁边有一个非常资深 又有耐心的大厨师站在你身边 所以无论你想尝试什么国家的风味啊 你都可以妥妥的去买材料回来 然后just follow the recipe 跟着食谱来做 丰富你们家的一日酸菜 好我们现在啊 我就在等这个菜出锅了 非常感谢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里 有一些小的问题 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那个我看看Cassie 能不能帮我们这个来解答 就是说想问一下 有没有 如果没有烘焙纸的话呢 在美国超市买的aluminum foil 就是我们这个通常的这个铝箔纸 可不可以折成针鱼盘用 Cassie你解除一下精英 铝箔纸我是不建议大家用 因为它有铝在里面 而且高温啊 这些都不是很健康的 所以现在我们用泡打粉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无铝的泡打粉 所以烘焙纸是最好的 我是建议用烘焙纸 对 我非常抱歉 我们家今天这个WiFi有问题 我们家今天电也有问题 所以现在电这个 somehow电也给断掉了 非常抱歉 没关系 那那个这个呢 突发事件哈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的话呢 Cassie你现在这个鱼 是蒸到几分钟断电的 是不是没有好是吧 看一下 你的现在mute了 我们听不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鱼因为温度还没有到 刚才我看的是45 它到65就好了 所以它还没有完全好 然后 没有关系 对 但呢 我的虾已经放进 它旁边已经凝固了 但是虾放进还需要点时间 然后再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因为它断电我也打不开 所以这个冬瓜汤还在里头 非常的香 对 在里面 没关系 非常抱歉 今天太多的出发状况 没有关系哈 当你们碰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呢 大家像Cassie一样 镇静不用着急啊 那个等一下电来了 它又自动会解开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屏幕切换回来 好不好Cassie 我们非常谢谢 我很想加一句 对 我想加一句 你看小美在烹饪的时候 我把我刚才我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些收拾呢 其实也是 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要花很多时间的事情 所以在它碰热 我们不用看管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来 把所有东西都clean up 所以节约很多时间 好 谢谢 非常谢谢Cassie的分享 那小二 我们的Rachel 来 你这边好了吗 我的菜已经好了 好的 我们出一下锅 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快手菜 好有牛肉 高温烹饪 好 那我的镜头就不动了 我把它倒出来 没关系 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等Rachel出完锅以后 我们看看这个 小天的这个 馒头和豆浆有没有好 因为豆浆有三分钟打磨的时间 如果我们来不及呢 还有四分钟 没有关系 那我就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我们的Cook iDo 有一些feature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小天 我们就穿插一下 可以的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机器上显示 这个还有大概不到四分钟 那其实是可以看到 这个馒头是发起来了 所以呢我后面大概还剩一个七分钟左右 就是三分钟打磨 然后焖一下 这个馒头之后一定要焖 焖一下再出锅就比较光滑 嗯 好我们同时也看一下 哇很棒啊 那你看我们虽然没有时间把它腌制 但是你看它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样子 Rachel 有没有想赶快尝一口 我刚想说 我刚想 我刚想另一块尝一尝 哇这个 这个青椒和洋葱 这个温度刚刚好 所以它的味道 而且颜色也很漂亮 色香味俱全 是的 牛肉一定不要坐老了 坐老了过头呢 就是不好吃 就很难嚼 但是我们这个呢 就是非常的嫩 而且很快 你看大家前面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八分钟的时间 而且你不需要参与 你可以把厨房收拾干净 Rachel已经开始吃上了 那这个时候 好刚刚好 没有我们相信你没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一下 那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镜头呢切换回来 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小天来给我们继续 我们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share一个屏幕 share到我们的 好稍等啊 我有的时候会慢一点 我要切换到我们的 Cook I Do 为什么要切换这个屏幕 跟大家非常很快的分享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谱网站 在食谱网站里面 大家刚才学会 也可以用my week 也可以在my recipes里面呢 大家看到 我们因为今天的这个中餐烹饪课呢 把我们所用到的八道食谱啊 一个都给他可以放进去 创建自己的食谱集 那大家如果想 我们在会后呢 通过顾问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所用到这些所有的食谱的名称啊 那我再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创建食谱 我们现在创建食谱 这个食谱呢 允许我们去分享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我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尖角的食谱 如果想分享的话呢 在我们的app里面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share recipe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网站的这个网里面 我也可以把它share给大家 share呢可以通过copy link的方式啊 就可以直接跟大家share 但是记住一点 很重要 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功能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在 等一下 应该是在account里面啊 我们大家去看一下 自己的membership 这个membership里面呢 一定要确认呢 你是一个新的upgraded version 如果我们是老的 特别是老客户啊 在2022年之前的老客户呢 如果你们没有选择升级的话呢 你们是没有新的membership 没有新的membership 你们是看不到啊 没有办法自创食谱 也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说我分享的自创食谱的 那好 我们刚才呢 为什么要给大家回到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原味豆浆食谱 我想把这个食谱呢 进行修改 比如说它有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serving siz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多少分量去修改 另外一个修改呢 很简单 当我们想把这个食谱呢 我们把它的链接copy以后啊 我们可以copy在这个上面 也可以在下面 在share recipe下面copy一下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创食谱里面呢 在我们的自创食谱里面 下面有一个加号 绿色的加号 大家看到没有 我如果按一下 我就可以import recipe 也就是说我把刚才的这个链接 url呢 paste下去 然后我一旦import 这个食谱呢 就可以进行修改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想要加入在我的食材里面 比如说我想加入50克腰果 我就在里面写了以后呢 同时在这个steps里面 我在这里我就会进行修改 我可以在这里面说 不仅是600克水和黄豆 同时呢 我在下面选择这个食材里面呢 我还可以加入50克腰果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仅仅就是做 这一个修改 我们在右上角按confirm 然后这一道食谱 就被我修改好了 有50克腰果 多了一个啊 我们的食材 然后同时步骤里面也有它 那最后呢 我就按右上角的蛋就可以了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改名字啊 我刚才忘记了 我这里面还可以修改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写好了食谱 我在右下角按修改键 我不是原味豆浆了 我是花色豆浆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名字啊 修改 我的打字为什么出不来 好出来了啊 那我进行confirm 每一个修改的步骤呢 我都要去确认 让它这个系统知道 那大家看到在我的创建实际里 就出了一个花色豆浆 当然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啊 这个我现在就不展示了 我们回头看看小天这边 我想小天应该差不多开始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再咨询你们的顾问 好 好 我stop share 我们现在回到小天这里 好 小天 我们听不见你说话 您需要解除静音 解除一下静音给我们大家 可以听到您的声音 听不到声音 我嘴巴里还在吃 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最真实的厨房 那今天的牛里肌肉 说实话 我觉得买的特别好 我前面还在沾沾自欺 我说哇 今天买的很好 我是在State Brother里 然后State Brother里面 它会有那种一盒 里面是一条一条的 带一点花色的那个牛里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等会找一下 英文叫什么 Rachel这个英文名字叫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超市里的话 它是标英文的 我把那单子拿过来 好 等一下我们书在这个chat room里面 这个聊天室里面 给大家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买食材也很重要 OK 我说我都要把那个名字 发在那个chat room里面 好的 没问题 这个很重要 那 小天我们看看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正在打磨 会有点吵 所以我 所以我关了静音 那我这边的这个馒头 已经拿下来 这个在这边闷着了 在这边闷着 所以这边打磨了三分钟 那我们这一步的时候 打磨好之后 他就会说 要加入一些饮用水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呢 他这个现在打出来的是比较纯的这个黄豆 黄豆的这个姜 那 然后呢 因为很烫嘛 那我们就自己加一些这个饮用水 进去的话呢 那这样温度就会刚刚好喝 所以你等它降温 不是说等它那个凉温之后再 再喝啊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700度也刚刚好 反正可能是南北和这个豆浆的有一些差异 那我们会稍微 我觉得它这个加了700度之后 它这个口感的这个浓稠度是刚刚好 我先加一点这个饮用水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加了之后呢 你不喜欢这么稀 那你想再浓稠一点 那你就水这个饮用水少加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后面他说大概加20 20不到10克的这个糖粉 那也是按照大家自己的这个喜好啊 可以控制放多少糖 这样子 30克左右 然后他再帮你稍微搅拌一下 我这个黄豆腰果就好 它就10秒速度3稍微搅拌一下 这样子 好我们简单搅拌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馒头 这个馒头我觉得 可以现在差不多正好闷了5分钟啊 大概闷了5分钟 来我们一起来开开锅 看看今天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很期盼啊 一个个圆圆的胖胖的馒头 还可以可以 可以啊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圆圆胖胖的 拜拜胖胖馒头 谢谢 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 给馒头和小天一起拍个照 这么漂亮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的 课的内容呢 我把三位 讲员呢 我们都请回来 小天 Rachel在这里 我们 我们请大家 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线 要不要看一下里面的线 好 好 好 看一下 会不会很烫 对 它这个是有一点烫 我等一下给大家拍照好 现在有点稍微有点太烫了 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在发面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小技巧 如果今天分析的 就是没有记住的话 或者你加入晚了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 可以在我们分别的群里面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小 小 那个小 Rachel 能把你的这个图 我们拍一张照 好不好 就是让我们四个人 一起拍一张照 稍等 我把我自己也放在这个PIN里面 然后我们四位一起 稍等一下 我拍一张 我这边也好 你也好了 太棒了 哎呀 今天真是有好多的 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都克服了 那请这个 小天也把 我们再把豆浆倒出来 没豆浆不用了 算了 我们就先这样好了 我们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那我们就很快拍一个集体照 这样也给大家留一个 这个课堂的纪念 好的好的 这样就好 非常好 我们一二三 好 谢谢 Claudia 可以你也可以拍一张照 给我们访问 我正在试试 但我的手机 是非常慢 所以很快 OK 不要紧 我们就拿另一个 不要紧 我会拿另一个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耐心 我们有点超时 因为技术上有点小的困难 小天 好 Cassie Rachel 123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四位讲员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分享 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月的特别的活动 也就是购买TM6 大概得到一个150块钱美金的 这个礼券 这个礼券是不过期的 可以用于将来买配件 你可以等配件打折的时候买 也可以现在呢 就是选购你需要的配件 甚至呢 有些朋友他说 我是不是可以存下来 以后去买这个小美 也是OK的 你如果需要买第二台小美 或者将来买小美送朋友 因为礼券不过期 那我们同时也送一张呢 就是免费的这个 运费的这个coupon code 因为呢大家也知道 买小美的用顾问的链接是免运费 但是买配件通常呢 要收一个比较贵的运费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促销活动 这个活动到3月31号为止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烹饪课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非常谢谢Miggy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跟大家讲这个英文名字 叫Beef Tenderloin Beef Tenderloin 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超市 在美国超市 都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坐起来 我很期待大家上完这节烹饪课课以后呢 能够跟你们的顾问分享 你们的这个作业啊 我们最高兴看到的就是你们交作业 非常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有点超市 有点技术问题 所以呢 也谢谢大家的耐心 和对我们的包容 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将来希望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烹饪课 大家可以让你们的顾问知道 你们更希望看到 什么样的烹饪课 来让我们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来 对